那么第一,在成果的过程中 何时相应或见到本尊 何时生起圆满是地 圆满都是因果作用下的 自然而然,并不能强求 这一点呢 成果的过程之中 不能强求自然而然 何时相应或见到本尊 何时生起或圆满是地 圆满都是因果作用下的自然而然 并不能强求 我告诉你 我指点你 连这个都不要去想 缓证你修行 布施 其他你不要去想 你清静你自己 其他你都不要去想 什么想说这是自然而然的 不能强求的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相应 什么时候见到本尊 或者什么时候生起赤地 圆满赤地 都不要去想 你就好好的修法 清静 布施 就行了 其他这些都不要去想 是的 都是 钛